6月27日 超脱荣辱毁育,就是解脱 看淡成败得失,就能放下 人的一生不一定上台就好 有时候在台上会赢得万千掌声 有时也会受到不断的虚声 总之,一个人上台 要能为全场观众所接受 带给他们的不但是欢笑 也要能让他们满足,才不辜负上台 如果上台表演不好 当然这个台也就不容易上去了 过去有的人拼命冒险奋斗 要争作皇帝 但做了皇帝后的顺志 又羡慕台下的平民 现在每次选举过后 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其实我们应该像中国的哲学 圣之不骄,败之不哪 得之不失,失之不悲 既然有上台下台 就要把上下得失之间看得平淡 如此才有资格时而上台 时而下台 所以希望现在一些上台下台的人 不要太介意 不必上台就明炮 下台就悲伤痛苦 人生最好不要把上台下台 太记挂在心里 能够对社会立功 立德、立言 即使人生的声容效貌 不在舞台上出现了 但你的功德 长流人间 继续影响人间 其功德也不可谓不大 文思修 既然有上台下台 就要把上下得失之间看得平淡 如此才有资格时而上台 时而下台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